你是否在寻找一个能尽情施展策略的舞台 你是否在期待喊着友情羁绊冲向boss的场面 那这款用欧夏老牌工作室 别回头看轻力打造的游戏 飞向欧夏不会让你失望 第一届飞向欧夏邀请赛即将举办 可被称为武动传奇的活力少女王的我组队 保你轻松拿下冠军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通过交换相邻棋子位置 消除同色棋子就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不过这次的敌人更难尝 他们不仅学会了布阵 还拥有体型的概念 消除敌人所站行的棋子能有效造成伤害 别担心 我们也有更强烈的攻击手段 消除四个同色棋子 就能生成带有箭头的特殊棋子 消除它时 也将消除同一行或同一列的所有棋子 一次性消除了两个方向的棋子时 就会生成会爆炸的棋子 那就是那个闪闪发光的 消除它 砰 周围一圈的棋子也被炸掉了 而凑齐五箱就能生成彩色棋子 这棋子可不得了 用消除与它交换的棋子 同色的所有棋子 如果与彩色棋子交换的是特殊棋子 那同色棋子会先转变成特殊棋子 再通通消除 哼哼 还有更厉害的呢 当交换两个彩色棋子时 将触发强烈的连血攻击 消除整个版面的棋子 再坚韧的敌人 也抵不住这样一次猛烈的进攻 除此之外 出场角色还拥有不同的奥义技能与特殊技能 比如我的特殊技能 可以将一个棋子转变为横销棋子 而奥义技能会将分散的敌人 尽可能聚在同一行 方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并造成一次全屏的额外伤害 每个角色的技能 或许是在逆境中 一转局势的关键 释放技能的时机 就交给你来判断了 搭档 在对局开始前 不仅可以选择出场角色 还能为他携带不同类型的棋子 近战 射击 辅助 棋子们都有独特的效果 根据关卡效果选择合适的棋子 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不断打官升级 角色的基础属性将得到提升 还能通过抽取的形式 获得更多棋子 来强化棋子的效果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不妨试着挑战难度更高的关卡 向着深处不断进发 取得那象征实力的荣誉勋章 此外 参与本次活动还能获得 唐鹿新双全新服装 水晶 三分结晶 根源棱镜的奖励 不要错过了 之前和克拉利组队玩游戏 他居然说 菜就多练 哼 这次 我一定要让他牙口无言 那我们赛场见 约好了 目标 冠军 没错 检测